50年前的今天 美国月球探测器《陷测者1号》发射升空 为《陷测者计划》揭开罪魔 计划的目的是探索可否在月球远作录 为之后在人的阿波罗任务做准备 透过阿波罗计划 美国的太空人先后六次登上月球 每次都插上一面美国国旗 但有科学家说几十年过后 月球上的美国旗可能已经严重脱色 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 插在太空的旗持续暴露 在辐射更加严重的太阳光之下 部分可能已经被漂白 变成一块白布 当美国的太空活动减少 月球上也不再有可以看到的美国旗 可以说讽刺之余也令人唏嘘